Hello 欢迎大家又回到我们的频道 我们的频道还有400个sub到10万 松太你有没有紧张? 没有 一会儿你脱了口罩被人说丑样子那怎么办? 丑就丑咯 我跟大家讲 无论是什么样子你预期什么都好 松太永远都是我最漂亮的老婆来的 所以你的任何意见关于我老婆的外表 我一概是不会接受 那些人听完我的留言 就会觉得松仔的老婆难道是很丑样的? 是的 没错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我老婆不是丑不丑样的问题 她从来都不化妆的问题 所以对于很多女士来说可能未必看得慣 我是很适合的 还有松太平时那只眼就好像很累 实不相瞒其实在口罩里面是在打哭怒的 但是没了口罩之后 她就不能够freely地对着镜头打哭怒 松太说其实她的口罩里面很多时候有些奇怪的表情 是我们看不到的 有时候她说的那些话我在想 嗯 眼神是表达不了她的无奈 惊叹 又或者是忧屈的情绪 那之后呢 我这个channel在情绪 就是松太的情绪表达方面 将会是来一个大爆发 那么丰富的节目内容 你怎样可以不subscribe啊 今天就有一位网友告诉我 她为了支持我们 为了令到你以真面目示人 她用了六个account 来subscribe我的channel 这个是standard practice来的 任何支持我们频道的网友 都应该最少用六个account来subscribe我 实不相容我自己都没有用六个account来subscribe自己 我讲的秘密给你听 什么 我从来都没有subscribe你 哈哈哈哈 好了anyway 回到我们的节目了 那么今天头炮呢 要讲一讲我们昨天还没讲完的话题 因为呢 Covid Enquiry Boris Johnson这个编尸大会 真的可以用编尸大会来形容 他这个大会呢 不单止是有很多的人呢 出来调砖枪头队他 还要这个编尸大会呢 是公开给所有的英国人 是在电视上面收看的 那么宋太今天告诉我 channel 5用了几个钟头 是直播着这个Covid 编尸大会 是呀很少看channel 5的嘛 按过了 咦 live 那那个enquiry呢 就叫做Covid Enquiry 但是呢 里面我看不到 有任何关于Covid的enquiry 我只是看到关于肥波的enquiry而已 里面每一句说话 每一个内容都只是 是只是针对肥波的 那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今天比昨天更疯了 代表Covid Enquiry的律师呢 继续盘问这三个呢 拿着把机关枪在那射着肥波的 所谓证人 就包括昨天说的 他的首席前首席顾问 Dominic Cummings 再加上这个通讯官 和他这个内阁秘书 三个人呢 就一起出来作证的 那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肥波呢 在Covid第一次lockdown之前呢 是有一个迷思 什么迷思呢 就是他认为Covid这个病 就只会是attack老人家 是 就是正常健康的人呢 是不会因为Covid而死的 是 那就根据他们那些证人作供 再加上后面再一抽菩提子 是无名事 就是我们不需要去理会的了 就是整堆他里面的人呢 就是都拿着把枪来怼他 就说呢 这个人呢 是痴线的 是 他们说肥波是 直接是癫的 直接有 讲到说什么呢 讲到说他们开会的时间呢 他们要听着这个癫佬在那裡 风言风语 然后呢 他要用很有耐性地去旁敲侧击地 想企图阻止 他继续发出这些疯人的言论 就是用英文呢 I have to stop his effing shit 是 是里面充满粗言畏语 包括他们的证词里面呢 都有这些这样的 英文的粗口在那裡 就说他在lockdown之前呢 就认为老人家才会死 因为这个病死 这个呢是什么呢 这个是大自然淘汰老人的一个方法 他讲 是这班证人讲的 OK 没录音的 OK 没证据exactly证明他讲 是一班人 不过有很多人说他有讲 所以他就有讲 OK 到目前为止 我都看不到有一个录音 一条影片 是拍着他 是讲这些说话 你说如果他真是 看着他讲的 不是AI的 是他真人 就讲这些说话 Let the body pile high那些 就是 让尸体踏高霸这样 又或者说 不如就等那些老人家死了他 那他们死 他们覆述 哇 肥波哥 等那些老人家死完了 那那些年轻人才有得上位的嘛 要不然那些老人家在那裡 霸住了那些床位 霸住了那些公共资源 那那些年轻人吃什么呀 是 跟着又另外一句就是说 现在 现在我们的经济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有什么理由 要为了 等那些过期都不死的老人 去阻止我们经济的发展 我现在lock down 那英国的经济 不就被他们拖累 在那拖后腿 是 就是这几个是他们 今天重要的政词 他们这样指控他 是的 但是我看了很多单新闻 头条的今天ITV News 一定 几个新闻报道说 我都没有看到 任何人 是有一段录音 一段影片 是证明 就是证明到 他真的有说过那些 那些这样的说话 那他上次跟阿森卫成 那样一个小小的 meeting 都有一条人在那裡 写下他们说些什么 那他这些 meeting 没有的吗 那应该有的 他说过的话 他们说有一些科学家出来 说阿肥波是痴线的 那样 我也不知道他是研究 哪一个范畴的科学 怎样痴线 真的喔 里面有一句是说 The scientists have proven The ex prime minister is a trolley 那样的 Scientists 怎样 prove 那样东西 都是psychologist 即是怎样的 你看完病之后 医生跟他说 你也是瘋的 我证实了 你是瘋的 你不会的 是吧 即是 他那个大会里面 那个氛围 我看不出他是 properly的 去讲证工 去研究调查 究竟当时 exactly 哪一个procedure lead to哪一个procedure 结果就变成哪一个procedure 不是这样的喔 是全部人都说 一天都是肥波啦 肥波说这些东西 肥波很难跟的 肥波那个意向 是完全捉摸不到的 他说 总之 房里面 哪个人最后走 哪个决定的东西 他就会跟哪个决定 去做那样东西 明天他又有另一样东西 即是很飘忽 很难捉摸的 这样 所有的问题 都在肥波的一个人身上 包括 当时 他的首席 首席的顾问 Dominic Cummings 他做的政策 都是因为肥波迫他做的 嗯 他的内閣秘书要做的事 都是肥波指令要做 总之 所有人做的所有事 都不关他们的事 全部呢 都应该是由肥波一力承担 好了 那今天 我自己的网友 comment大致上 都是 觉得我们昨天的言论 是正常人的言论 没有说知不支持 说真的 我只是表达一个正常人的意见 那另外也有一些人 就反驳我的论点 就说 你说英国在COVID 不是死很多人 英国在COVID 欧洲来说 是死得最多人的 那当然 我有看过 英国死了二十多万人 是啊 但是问题来说 第一 他不是全世界死得最多的 也有其他的国家 是死得比英国多的 是啊 但是 如果你计算他 bounce back 那个期间 英国也是最快 bounce back的 某程度上 肥波的做法 就是 怎样说呢 他是很现实主义 嗯 就是 你如果是 把你的情感抽离的话 他说 老人家死多了 死了一股老人家 年轻的才可以上来 去cover他们 也都可以 用少些社会的资源 某程度上 以国家的整体利益来看的话 其实是对的 如果你只看数字 如果你只看数字 好了 最为关键的其中一段 真的有所谓证据的一个message 是 是 就是10月15日2020年 就是我们应该在经历 第一次落单 差不多完的时间 是 肥波就说了一样东西 他们说的时候 没有将他下面的理论说出来的 只是将他的 就是他们想给大家看的重点说出来 肥波当时是说 他看到COVID死亡的数字 是 那个平均死亡的年龄是 82岁 81岁 是 81岁for men 85岁for women 嗯 他说这个 这个死亡的年龄 已经是高过一个 英国人的平均寿命 的life expectancy 是 所以他的结论就是 so get COVID and live longer 那就是怎么样 你得到COVID 那就活得长一点 这个是 他的理论就是 哦明白了 那他就说 在医院里面入住的人 是只有4%的人 是小过60岁的 是 那然后呢 也都是 差不多全部人 都是可以生还 那所以他就觉得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重新调整 我们的policy呢 嗯 那这个首席 这个通讯官呢 就跟他说 哦我明白的 那但是 那为什么这样 会改变我们的policy呢 那 你现在去改的话 仍然都不可以 就是仍然在政治上呢 都不会是 就是viable viable是什么 就是不可能是实行到的 嗯 那或者可能我们 就是多一些的mask testing啊 和 就是等多一些人检测到啊 我们在座判断啊 諸如此类 嗯 那然后肥波最后一句呢 就是说 那就是代表我们是不应该 整个国家落单啊 那老实说 你看完这一段对话 他是用一个数据去分析 究竟 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 是应不应该将全个国家的经济牺牲 而他为了81岁至85岁这个阶层的老人家 的生还率是高的 就是他是以国家的整体利益去计算 他究竟应不应该lock down 嗯 我觉得在他的立场就是 不带一个人的 就是私人的感情情绪 下去他的判断那里 是的 是的 的而且他是无情冷血的 是的 但是如果你从整体利益来说 我不lock down的话 我除了是令到这些老人家 其实他已经是高过英国整体寿命了 嗯 那他的死亡就 某程度上在他的角度 不是我的角度 OK 要搞清楚他的角度 就是自然死亡 是的 那因为他们自然死亡 而我们要将国家lock down 那是不是不合理呢 就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他的逻辑 是的 另外呢 也都有人说肥波在lock down之前 他是拒绝去评论 谈论 或者去开紧急会议 其实不是其他人讲的 这个是真的 是的 因为当时他有五次这个 这个紧急Covid的meeting 他都是miss了的 他完全没有去到 Covid meeting 是的 他全部都是去那些Brexit的meeting 其余的东西 他基本上 在lock down前 你不需要他们出来作证了 我都可以作证 他的且确是不当Covid是一回事的 但是呢 他又是全世界第一个 中Covid的人 不是的手上 不是的手上 就是最高职位 而中Covid的 我记得就应该是他了 他比较早 就算不是第一 都一定是第二 差不多了 很早中的 松太说 你又觉得他是什么 什么 陰謀 有人说 他是特意中给你们看的 是没有事的 但是其实他出来的时候 好像半条人 我觉得某程度上是真的 就是呢 其实那个中Covid呢 是有少少改变了他的 嗯 我是同意他开头 是不多care 那件事 但是到他自己 他自己中 我觉得如果你给我还原的故事 就是纯粹靠谷 就是他可能是特意去中了Covid 然后就证明给你看 中Covid是一个健康的人 是没有事的 是啊 就是你是要那些病得很紧要啊 或者是那些老人家 才会有这个问题 是啊 但是他中完之后 他就发觉 也不是我都要吸氧气啊 我都奶奶地 我都奶奶地东西啊 这样 那跟着才愚梦初醒了 那跟着一连串的lock down 那样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是真实的 但是 问题在于什么呢 问题是你可不可以 将整个英国的Covid的灾难 是直接只是怪他一个人呢 因为我 以我的记忆呢 当时香港的BNO的朋友仔 没来英国啊 没有experience过啊 那我们每天都看着 我们每天都看着很担心啊 很laser focus to这件事的嘛 以我的记忆呢 就是当时一开始说落单 英国人是不愿意的 不愿意 英国人觉得是 就是你overreact 不只是肥波 OK 是全英国人都觉得 我们是不需要overreact 我记得那时候是争论什么 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 美国或者英国 有很多的所谓教授 和scientists 就出来公开在电视那里说 戴口罩呢 是不能够防御Covid的 嗯 对防御Covid呢 是毫无作用的 你需要在一个实验室里面 无菌的环境 穿了全套保护衣 戴了所有防护衣物 正确地使用口罩 才叫有用的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open area 这一样的产品 是不能够防止你任何的细菌的传播 或者病毒的传染 是没用的 是啊 那我们就很激气 就是对于经历过SARS的香港人来说 就知道没可能是没用的了 是啊 那香港就extreme一点的 叫你一次过戴两个口罩 那我就不知道 我觉得会被灌死先 多过是被Covid病死 就是我都experience过 三十几代香港戴着口罩 是真的会想死的 是完全不是讲笑的 但问题是 英国人是不愿意戴口罩的 就是除了有些scientists出来 只是告诉你 戴口罩没用之外 就是军先击死你三千 接着有很多英国人是不愿意合作 嗯哼 他们不会用消毒液去洗手 然后他们也不愿意戴口罩 就算你有 他们也不戴 还会舔手指 是的 撩鼻屎 我记得在supermarket 你知道他们很流行 舔一舔手指拿胶袋 嗯 接着那个人舔完之后 拿过胶袋之后 I should stop doing this shouldn't I 我记得你说的 那时候我们是带着飞烧去买东西的嘛 但是他还在舔手指的 那你想想那个卫生意识 撑他这么远 你可不可以只是说 怪肥波一个人 令到英国死了这么多人呢 我觉得这个是 跟全英国人对卫生的常识 就是人民的 意识也有关系 还有第二样东西就是 英国推出了一张卡 他有一张绿色的卡 类似是残疾人士的证明 但是他不是残疾人士的证明 你现在应该都看到的 是 现在都会有的 但是他不是一个残疾人士的证明 他是什么呢 他就是当时要戴口罩的时间 他只需要上网 他不需要去任何登记 NHS record 病例 什么都不需要 他只要上一个 类似慈善组织的网 50p 50p 至两磅左右的价格 就买一个牌 那牌就藍在胸口 绿色的 那些太阳花的 是的 好像园公正那样 那张牌就代表什么呢 就代表我呢 就是不可以戴口罩的 那你问他 为什么你不可以戴口罩 我没有的 因为我是戴了口罩 我透不了气 但是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病 总之我戴了口罩 我就是透不了气 那个原意是给一些 真是透不了气的人 只不过有很多人濫用这件事 不是啊 政府说没问题啊 政府说你只要戴着那个牌 你就是戴条道理不戴口罩 任何地方是说 mandatory 一定要戴口罩的地方 他都可以不戴口罩 那我想问 如果我是坚决不戴口罩的话 我用什么戴呢 我买个牌揽着 我通街可以走的 是啊 就算我是戴菌者 我是有病毒在身上 周围咳 周围打黑痴 都没有问题的啊 没有人会挑战你的啊 那难道这一件事 又是只是肥波的问题吗 会不会是大家都缺乏了 这个COVID的防卫意识 或者对这个病毒的严重性 是有忽视 而令到病毒是大爆发呢 就是当时大家又不愿意落单 又不愿意戴口罩 我见过很多次进去的店铺 我们真是很小心翼翼 然后你会见到很多人 大无私仰也都是完全不戴口罩 肯定会有的 就是不戴的呢 差不多占了二三十个percent 最少啊 最起码 最严重的时间 都起码有二三十percent的人不戴 那不怪得知 那科学家出来说戴口罩没有用 是真的没有用的啊 就是你看看香港那时候 不知道酒店的冷气槽 都可以传到过去隔离房的话 那你有二三十percent的人在里面 完全不戴的话 那开门呢 同时间开门都可以散播到啊 是啊 所以后来我和松太太都不戴的 因为我都中完 我中完 我当然 我带来做什么呢 不是要戴的时候我有戴的 是 他要求我们戴的时候有戴啦 但是后来 后来其实很多人都继续继续戴的嘛 就像松太太你 现在是成为了英国戴口罩戴得最久的人嘛 不是啊 告诉你 我要反驳你这个言论 因为呢 我在伦敦呢 我们是见到有人戴口罩的 有 我们上地铁啊 或者是巴士啊 都有人戴的 有 不只是医生护士那些的 那些普通的乘客 是少的 但是有的 都有的 所以松太还未可以得到这个头衔 很快都不是啦 是吧 那你在英国人 你对这个防护意识那么低 那么薄弱的时间 那死的人多是很正常的 就是你不能够将英国死那么多人 就直接挂到一个人的头上 烂到 你告诉我听 如果所有东西都是挂到肥胖一个人那里 那我就觉得很麻烦了 因为这个政府是去一个人华士的 那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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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新卫城一个人的 没错 刚刚想说 那就是现在我们的所有问题 是不是都是新卫城一个人的问题 是 就是我们高铁起起下 没有了新卫城的问题 通胀居高不下 新卫城的问题 护士罢工 新卫城的问题 难民解决不了新卫城 是的 所有东西都是新卫城的问题 不记得说 那时候说12岁以下的都不用戴口罩 是的 那时候不是人来的 12岁以下是不会中COVID的 英国人来说 中了都不会传染人的 是的 那些病毒 是的 那些病毒呢 它传染你之前呢 它看一看你 有没有passport 没有passport怎么办呢 不要緊 我感觉到的 它没有过12岁 我是不会侵袭它的 你明天才生日 OK明白 13岁那天才会有病毒的 12岁以下是没有的 还有说真的 你怎样知道哪个12岁 哪个13岁呢 根本是拿来 有没有ID 是完全拿来说的 我不是说肥波是没有做错 它当然是有啦 我昨天都说了 它头几个月它真的不在乎 但是呢 我觉得 in fairness 你也都要为它的不在乎 是有一个解释的 这个解释是没有传媒会告诉你 是由始至终都没有传媒说过 这个都是纯粹我推测 但是我自己当时的感觉就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英国刚刚脱钩 当时是它唯一黄金机会 向外国其他他想招手的贸易伙伴 去招揽生意 就是因为你美国啊澳洲啊加拿大啊日本啊 个个都说你脱钩先 你脱钩先我才会跟你谈些 是啊 那我现在难得他脱了身 我脱了了 我离了婚了 那现在交得女儿了没有 就是他是这样嘛 他那时候要交女儿嘛 有金发贵妹有嫁妹有加拿大妹 那他都要交到那条女儿回来 他才可以 就是可以令到英国的经济是稳步向上 要不然就现在就困局了 那他一close down 一lock down 他那个想法就是 那我就是交不到女儿了 是不是 我交不到女儿 那我们的经济就向下走 那接着很自然地就会想 那我经济向下走 那就是他们死我就要lock down 然后就为了他们而我没得谈调 然后我就要向下跌 有些人在大会里面 是执他在第一次lock down之前 所谓的风言风语 但问题是他递出来的证据呢 就是10月15号 就是第一次lock down 差不多完结的时候 那时候应该有另外一个心态就是 我们很惨啊lock down 没生意了 大家都很... 那是一个困局来的 那时候刚刚出来 每个都排了队去财仔那里借钱 就是那个画影像很令人害怕 那肥波就觉得不行 我们刚刚脱了勾 又调不了 又交不到女儿 现在经济还不断向下走 但是我看到的数据 是81至85岁 男性81 女性85岁 的死亡率先高 而下面60岁以下 近乎是零死亡率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作出一个 第二次lock down的决定呢 其实那个背景是这样的嘛 为什么covid inquiry是没有清晰地表达到 它那个背景 为什么会用这个思考角度 那因由 是完全没有讲过的 我也想回应一下网友 就是你说英国是全欧洲 最多人死亡的国家 嗯 那我觉得是的 比如排第六 那如果你不计俄罗斯是欧洲的话 那的确是的 因为排在它下面就是意大利 跟着才是德国 嗯 但是其实你看数字不是差很多 23万和19万 那就差几万人了 但是 你要看一样东西 Death Per Million Population 每100万人有多少人死 就是死亡率 嗯 如果你看回的话 那英国就不是排在欧洲第一了 你看到上面有Croatia 有Slovakia 有Romania 有Greece 有美国 有拉脱维亚 有Slovania 那才是去到英国的 那所以你说 英国是不是真的表现得很差呢 它每100万人有3368个死了 那然后呢 意大利都3193 那你说它是不是特别飙青呢 我又不觉得是 那肥波之后做的事呢 又没有人说的 戴口罩啦 Lockdown啦 还有些什么 Social distancing 这些东西呢 还有啦 我想给大家看这个图 就是呢 全世界做得最多test的地方 英国是排第3啊 大哥 如果它是真的不想理你 有你死的话 为什么要做那么多test呢 我想问 给谁看呢 它比西班牙排第4的 足足多了1000万个 多了1000万个test 那所以你说肥波在这件事里面 是不是有不足呢 是的 的而且确一定有的 怎会没有不足呢 死那么多人 是啊 但问题是否它是做得最差的呢 从数字上 我真的看不到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这几天的媒体 不是这几天 一直以来 它想营造一个什么的气氛 它就是要在公众的心目中里面 无限量将肥波形象丑化 是 去到一个哇 神僧鬼厌啊 冷酷无情啊 完全是治理于英国人 于食不顾的一个地步 就是觉得肥波要在 将这个形象 种进去所有市民的心目中 就是 这个是一个扑街 就是你 哪个再想着 选他上去的那个呢 你都不是英国人 你根本就不配做英国人 直接是有一种这样的概念 就是令到我们心目中要形成这种形象 而所有英国的媒体都在很配合地做这件事 这个呢 也是继续Brexit之后呢 我觉得第二个呢 就是利用公众的情绪 去达到一个政治目的 我只能够说 就是比如好像Brexit那样 就是利用我们的情绪 但是那次呢 就是肥波带头的 这次呢 他就被人用同样的招数呢 去对付自己 好了 关于肥波的新闻呢 就讲到这里差不多了 那如果大家有些什么 留言的话 不妨也可以在comment section 留言告诉我 Anyway 那就讲讲第二单新闻 第二单新闻呢 就是一单比较国际性的新闻 但是呢 虽然它是国际性 但是我和我们的生活呢 是息息相关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要讲一讲一家很大的公司 Tesla Elon Musk 没有人不认识的 是吧 但是最近的股价呢 就跌得很紧要的 就是由258元美金一股呢 就跌到在两个星期里面 跌到只有200元 是啊 197元 现在刚刚今天升了一些 200.84 USD 嗯 基本上在两个星期里面 蒸发了41个Billion的美金 或者天文数字 是 它所谓天文数字到上了太空 所以这些不轮到我们评论 但是为什么它的股价会跌得那么厉害呢 那就根据这个GB News 我现在都比较喜欢看GB News 是有些正常人少少的观点 是 那过去看看它说什么 为什么Tesla会跌得那么厉害呢 就是说 开始 无论美国人也好 英国人也好 西方国家的人 对于电车这个概念呢 是有些抗拒 是 就是觉得好像是什么呢 就觉得好像是 政府和那些汽车制造商 认为这个是一个大趋势 是 然后就将这一样东西强加了到市民身上 嗯 市民开头的时候呢 是 忏着忏着忏着又不知道 嗯 是啊 电车啊 環保啊 是啊 很开车啊 宁静啊 舒服啊 快啊 加速起步 厉害啊 嗯嗯嗯 但是就开下去开下去 就是觉得有一些不对路 是 那种不对路呢 就演变成 开始对电车失去信心啊 不喜欢啊 嗯 各样东西啊 比如有之前英国有试过呢 是有电车着火啦 就整个停车场都烧了 是啊 有 那里面有几百架车呢 都无辜受遭殃啊 嗯 那我们不讲这些个别的意外了 单纯从电车开的感觉来讲呢 其实很老实说我觉得不意外的 就是你說電車終有一天可能會走入歷史的一頁 或者是完全被淘汰 這個絕對是不容易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覺得駕駛電車的駕駛的感覺 是很差的 首先你已經不說它沒有了引擎聲 或者是它起步特別快 你收了一個brake 它有一個regen 令到你的車很滑那些 我都不說那些了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當你駕駛電車的時間 因為我自己也頗有駕駛電車的經驗 問題就是你駕駛它的時間 你會覺得你不是在控制車 你覺得是在被車控制你 你是不是有相同的感覺? 有 駕駛電車是會自己幫你調整路線的速度 就是路線駕駛的微調 然後如果你開它的尤其是Tesla 你開它的cruise control 各樣東西 它是會突然間自己幫你加速 突然間自己幫你減速 那個恐怖程度 是你完全不敢用的 即是你只要試過一次 它是失控地自己加速的話 你一輩子都不會再開那個功能 但最大的問題同時之間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就算平時自己在開它的時間 你都不覺得你要踩煞制它就一定會停 你要踩加速它就一定會加速 你要均速它就一定會均速 你會覺得如果它的電腦又縮了有問題 而電又和它的線路可能出現了一些問題的話 它就會自己失控了 你看看林志榮那個意外 到現在都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 無緣無故撞向那些水灯那裡 那個灯那裡 它是Tesla Model X來的 貴東西來的 是啊 所以令到你有一種不安全的感覺 這個感覺呢 你當初去試車的時候你沒有 嘩 試車很興奮 嘩 踩到噴 即是 這些東西是你用第一次的時候 你不會感受到的 你一開下去了 長久二日 你就開始感覺到你有點不對勁喔 好了 第二就是充電問題 它的充電問題呢 現在就有些新款 就比較long range一些 可能是去到400公里才去充電 但是沒有意義的 那個數字我告訴你 你駕駛電車的人就知道 那個數字放在你的螢光幕那裡 它是隨時都會減的 而它減的速度是遠遠超過 拋離你那輛汽油車 很多很多很多 還有它是很因應天氣的改變 而令到你的駕駛行程會有改變 你會很容易地失預算 還有電車就好像iPhone一樣 你長期都會有一種 我不夠電 不夠電 我長期都要充滿它 充滿它 那種感覺 嗯 而有車是不會的 有車就算我走到8公里 我都知道 我缸裡面 夠我走的里數 一定不止8公里 是啊 分分鐘有16公里 甚至乎20公里 我怎麼都不會死在馬路上 以前看TopGear那裡就是Tesco 是啊 看TopGear就是Tesco 終於可以走到幾十公里 是啊 所以你會很清楚知道自己 我怎麼都不會死在路上 電車不同 嘩 你嘗試只剩下20公里塞車 你是不夠膽踩油 那一腳 你要懂得零波微步 你才可以回到家 再下來 再數個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你買電車 很多時候會有一個既定的概念 哪一個牌子出的電車 譬如是Tesla 嗯 即是覺得 Tesla出來呢 縱使它有很多小問題 很多瑕疵 然後有些人會投訴不滿 但是你都覺得 起碼它是專門做電車的 嗯 如果我買電車呢 我都應該出Tesla的 嗯 因為很多人都有這樣的固有概念 所以你看到香港整地都是Tesla 英國現在都有 甚至英國都是Tesla 那你會 久不久會見到那些Postar 會見到那些 什麼Iconic 5 Hunday那些 都會有的 Hunday Hunday 但問題就好 譬如 Mercedes 寶馬 Audi那些 全部都開始變電車 你就開始懷疑了 因為那件事太新 你會覺得 我開寶馬 我是為了 它的操控性 我坐下去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在做什麼 這個感覺是什麼 我開電車的話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 就是我對那個品牌的認識 是歸零的 又重新來過 是啊 所以就算我是寶馬粉絲 大家都知道我是寶馬粉絲 我從來不會考慮它的電車 就是它一天出有車 我一天換的 我都只會是換它的有車 不會換它的電車 因為我對那個電車 我沒有那種感覺 我不知道我應該投放一個什麼的感情 在一個品牌 人就是這樣 你對那個品牌的忠誠度 其實很多時候不是真的出於實用性的 很多時候都是出於你情感上對你 慣性 是的 或者它給你整個歷史的感覺 你之前跟它一起的回憶 好像拍拖那樣 一個初戀的感覺 寶馬就是這一種 是我的初戀 OK 所以你在電車找不到好像換了一條女兒 雖然它表面上是寶馬 實際上已經不是那個靈魂了 其實是很像你進去一間餐廳 它明明是一間日本餐來的 為什麼會有薄薄吃的 對 它一間很好吃的日本餐 你進去是想吃日本餐 但是它無緣無緣無故 給了一個肉醬意粉 加一個資深批給你 是的 那你就覺得 什麼來的這個 我知道這間餐廳是什麼 我打算是吃海膽的 我對你做意大利粉和薄薄就 沒有感覺 我不知道你好不好吃 但是我不會點這個餐 就是那種這樣的感覺 我這個只代表我個人立場 如果你不同意 你也可以在留言箱裡告訴我 你同意的 你也可以在留言箱裡跟我說 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就是 我拿下去 我真的不覺得它這麼好 我拿下去 又不是那麼方便 是 在家裡充電 你真的不需要再去油站 就像松太那些不喜歡油站的人 在家裡充電 不是很方便 但是問題就是 它沒有電的時候 你就很想找個油站 一下子放下去就搞定 這個才是它的主要問題 你跟我天天說 環保沒有用 因為環保是影響到我開車不方便 我知道 有很多環保人士是不同意的 但是實際的市場 就是已經反映了給你聽 它們抗拒這個所謂 為了環保而誕生的產物 而且你也沒有十足的信心告訴我 駕駛電車就等於對著地球是好的 那樣東西不是劃上一個等好的時間 那我何必要給更加多的價錢 去買一件我不說話 我的理念是否真的 真的可以在這輛車裡 成傳下去的這個產品呢 你想想買一輛電車 它是比一輛普通的汽油車 貴最少十幾千 十幾千的油錢 我想問夠你入多少年有呢 入到那輛車打柴 你都還沒回本 電車省回來的那筆 還有電車充電都要錢的嘛 那我不是說不方便的 譬如你接一下上學、放學、短途 那是OK的 就是毫無疑問地 電車有它的優勢 但是問題是它的優勢 是不足以遮蓋它的缺點 現在新聞就是說 很多人都覺得 就是電車不是真的這麼適合它的生活風格 有很多人是 開始本身是就算喜歡的 駕駛都覺得 嗯 這件事未必適合我 它最後可能它都是選擇駕駛電油車 是 那個問題嚴重 那你現在下來怎麼辦 那你現在美國、英國 不要說這兩個國家 全世界都投資了這麼多 下去電車的話 嗯 那你到其時那些人不想買 那你那些電站沒用的了 你弄出電車投資生產線有沒有用的 就是將會在汽車業界裡面 一個很大的危機 那我不知道Hydrogen那些Fill Cell 會不會是 就是另外一個突破呢 因為寶馬說它將會出第一架 用Hydrogen的汽車 是 那我自己有一點點期望的 因為它除了是環保之外 就是這個其實也不是我最在乎的東西 是它起碼有一個引擎 還有我希望 即是一次駕駛車 是的 它可以入油的 即是都是進下去 然後很快可以走得掉的 但是多不多地方有得進啊 那如果它是普遍的話呢 就將會多 你當然不會買第一架啦 iPhone你都不會買第一部啦 你當然等它出了三五七代之後 真是普遍 周圍都有人用的時候 你才去買的啦 不會那麼豬的嘛 如果你是想著買電車的話呢 那我建議你真的都看定一點點 我覺得現在暫時不是一個成熟的時機去做這件事 尤其是政府現在推遲了那個時間表去到2030年之後嘛 你怎麼知道它會再推遲呢 即是以現在的慣例來講 你再推遲絕對是 是的 機會絕對大過它不推遲的 所以我覺得是沒有必要現在要去買這件事 你的配套和你的生活模式呢 就將會改變啦 另外我最後呢 都想呼籲了 就算你即使是真的買電車也好 我建議你呢 都會有一架不是電的車 因為有起事上來的話呢 你真的會很嚴重的 那這集的節目呢 到這裏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like、share、subscribe 按一下鐘仔 那就知道我們下次什麼時候出片啦 下集再跟大家見啦 拜拜